另外,伯伦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被判定犯有重罪,被禁止拥有枪支,如果这起案件当中被定罪,那么他将会面临10年的监禁。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1月26号,记者Tracy独家报道,本月到25号,城县第三区县政委员马格纳提提出了一项决议,那么这项决议得到了城县县政委员会的支持,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芬太尼问题。 网格纳指出,部分药物含有致命的芬太尼,而目前对芬太尼的管制和立法都太过宽松,会给民众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,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所服用的药物当中含有芬太尼。 网格纳表示,如果一名毒贩销售芬太尼并且导致其他人死亡,按照法律应该被指控为谋杀,但是除了城县之外,其他城市也应该通过类似的决议,加强民众的防毒意识和预防意识。 城县警方将会继续阻止和没收非法芬太尼相关药品,数据显示,自从2017到2020年,城县治安部门缴获了388磅的芬太尼,被缴获的毒品被证实含有8800万剂的致命剂量,总价值为4300万美元。 禁毒制法局还发起了一场名字叫做《一科足以致命》的公众活动,来提高民众对于毒品的认识。 城县警长巴恩斯指出,已经将芬太尼问题列为优先处理事项,他说我们将会继续完善法律以抗击日益严重的芬太尼问题。 数据显示,城县与芬太尼相关的死亡人数,从2016年的37人,骤增到432人,涨幅为1100%,而与此同时,加州范围之内的芬太尼相关死亡人数,也从239人飙升到3857人,涨幅超过1600%。 维席时间1月28号根据